你好,这里是喜马拉雅天天听好书,为你一网打尽全球好书 今天为你解读的这本书叫《哈佛非虚构写作课》 你会问,这本书和哈佛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哈佛大学尼曼基金会每年秋天都会举办为期三天的会议 会议的主题就是有关非虚构写作的 与会人员是上千名最著名的作者和编辑 有获得普利策奖的纽约克资深作家 也有好莱坞的著名编剧 这本《哈佛非虚构写作课》就是来源于这些人发言 经过精心的编辑集结了51位名家的91篇文章 来告诉读者到底应该如何讲好一个故事 在这里我们得解释一下什么是非虚构写作 一般而言,故事可以分成两大类 虚构类和非虚构类 所谓虚构类一般指的是小说、剧本等等 说白了,就是里面所讲的事情 全部都是靠作家自己的想象编撰出来的 那非虚构写作呢 它也是在讲故事 但它仅扣真实故事 依据的是实际发生过的事件 也被人们称作是叙事新闻 这本书的编者马克·克雷默将这91篇文章分门别类 分成了九大章 每一章都针对一个问题去解决 在这里我们选取了其中三个问题 为你介绍这本书 相信了解完这三个问题 你对如何写好一个故事 就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 这三个问题是 如何寻找好的写作主题 如何处理故事结构 如何建立故事的场景 咱们首先来看第一个问题 如何寻找好的写作主题 换句话说 要怎么断定一个故事 到底值不值得去讲呢 首先在选择一个话题之前 你必须仔细考察 这个话题有没有情感价值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这个话题是否能让 大多数读者产生情感共鸣 每个话题的情感价值都有高有低 举个例子 有辆车被盗了 后座上还有一个婴儿 这样一则新闻 不用费力 就能调动起读者的关切 因为在生物本能上 我们已经被这样设计好了 丢失后代 就像看到毒蛇一样 会产生天然的恐惧感 这时尽管把笔封岔开 去写其他信息 读者的注意力 都会跟着你走 说到这儿 你大概也就不奇怪了 为什么大众总是爱看爱情 家庭 励志 这一类的故事 因为这些恰恰是 大多数人最关心的问题 最能产生情感共鸣 假如一个话题 并没有高情感价值 那是不是就得放弃 无法去写了呢 也不尽然 在这种情况下 难度自然是提升了 它需要你写得更好 比如美国著名的非虚构作家 新新闻主义之父 盖伊特利斯 在被仰望的与被遗忘的之中 写过一系列有关纽约 维拉扎诺大桥的文章 这个主题看起来 是不是非常枯燥 没有情感价值呢 但盖伊特利斯 用精彩的写作技巧 弥补了这个缺陷 写作时 他没有仅仅停留在 大桥的表面信息上 而是写了一个一个工人的生活和故事 他还做了社会学调查 写了这座桥的建立 对城市规划的影响 最后 他去走访了普通人 描述他们的生活 因为这座桥 而产生了什么改变 这样 我们就看到了一座桥 对不同层面的人 造成的全景式的影响 这就使得这个主题 看起来非常的富有趣味 除了情感价值之外 怎么去判断一个主题 是否值得写呢 第二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 是否有好的路子 这种路子指的就是 你能不能找到 有关这个主题的线人 首先 你得接触到 关于这个新闻事件的核心当事人 其次 你必须有某些途径 让受访者对你敞开心扉 得到你想获取的信息 比如当你采访时 他会让你跟他回家 看看他的衣橱和冰箱里 都装着什么吗 你能不能跟着受访者 开车出行 开会 或者说是旁听庭审 参加葬礼 如果不能的话 你就得想方设法 找到别的方式 接近受访者 比如说他的亲朋好友 一个了解他的人等等 那么怎么样获得这种路子呢 其实这很大程度上 依赖于你个人的魅力和勇气 入围普利策奖的特德康诺福 要写一个关于监狱的故事 他本来的计划是写一写 成教官员的工作和家庭生活 但纽约成教服务部拒绝让他跟踪采访一个新的成教官员 于是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自己申请了成教工作 把自己送进了监狱 在那里呢 他一共待了十个月 和成教官员 监狱护卫 以及囚犯们朝夕相处 最后写出了他想要的故事 所以要想写好故事 你必须和受访者打成一片 获取对方的高度信任 同时 你必须要像一只墙上的苍蝇一样 做到没有存在感的旁观受访者的生活 抓住他的一举一动 当获取了受访者的信任之后 你还必须随时保持高度注意力 随时意识到 是不是有重要的事情发生 但是假如重要的事已经发生过了 应该怎么办呢 你也可以通过录影或者照片 还原已经发生过的事情 而且你不能只关注受访者和你之间的对话 还要看看他和其他人是怎么对话的 说到这儿 你对如何寻找一个好的写作主题 是不是有了一些思路呢 那我们就来接着看第二个问题 如何处理故事结构 在电影行业 有一个经典的三目巨石结构 而在《非虚构写作》中 也有一个最基本的故事结构 它包含了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叙事 也就是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事情 第二个层次是情感 也就是主要人物对事件的感受 第三个层次就是意义 用来告诉我们可以从中学习到什么东西 举个例子 现在女婿要写一个癌症病人的故事 首先你要把这个故事原原本本讲明白 它是怎么得了癌症的 又是如何与癌症做斗争的最后的结局怎么样 这就完成了第一层 接着你必须得让读者对这个人产生某种情感 不管是同情还是惋惜 你得试着让读者进入到这个人的视角中去感同身受 这就完成了第二层 情感 最后你需要从这个故事中提取某种更高的意义 让读者能够在读完后觉得他明白了一些道理 而不仅仅是读了一个故事 这就完成了第三层 意义 叙事和情感的层面都很好处理 那意义的部分该怎么处理呢 你不能生硬的去概述一个道理 那样就显得文章不太高级 应该深入人物的内心 通过人物自己的顿悟来产生意义 那怎么样抓住顿悟的时刻呢 情节的冲突能使人物变得复杂 但并不一定能引起顿悟 比如说癌症病人这个故事 人物顿悟的时刻 应该是克服对癌症恐惧的那一刻 而不是接到癌症诊断书的那一刻 如果你能捕捉到人物顿悟的时刻 故事的意义也就产生了 比如通过癌症病人这个故事 我们知道了 人虽然无法改变命运 但是可以用克服恐惧和保持尊严的方式 来战胜命运 通过这个例子 我们就知道了 事实 情感 意义 是故事的三个最重要的层次 但是在这个基本的结构之外 还有许多具体的技巧 需要你去掌握 书中就重点分享了 如何处理一个故事开头的问题 写作最困难的事情 是面对空白的屏幕 相信不少人都有过类似的体验 坐下来一切都准备好了 面对空白的屏幕 却不知所措 最后干坐了半个小时 还是打开了一部电影 一个字也没动 之所以产生这个困难 是因为你这个故事的核心主题没有明确 一个故事就像是一段旅程 是有一个目的地的 这个目的地就是故事的核心主题 就像我们知道了要到罗马 下一步才开始想是 坐火车去还是坐飞机去 所以写故事要想好开头 从一开始就要确立这个核心主题 作者布朗举了个例子 他曾经写过一个故事 有个女人在去堕胎的诊所 在当天遭受了攻击 导致她没能做成堕胎手术 生下了孩子 之后她就起诉政府 要求政府负担她小孩的抚养费用 采访完 她和她编辑一起讨论这个选题 编辑问她 这个故事是关于什么的 她回答说 是关于一个去诊所的女人 现在她要起诉政府 编辑打断她说 不 这是一个关于选择的故事 她琢磨了一下 发现了这个故事的核心主题 之后就知道该如何下笔了 现在你是不是对写作时 应该如何处理故事结构 有了一些了解呢 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第三个问题 如何建立故事的场景 生活是围绕一幕幕场景展开的 所以学会如何建立故事的场景 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写作技巧 想要建立一个真实故事的场景 无外乎通过两种途径 一是我们自己观察到的 二是借助别人的观察重建的 不过无论是通过哪种途径 都应该让场景具备几个关键元素 首先是精确 你得让所有的细节都百分百准确 比如当你描写一场车祸的现场时 你得保证现场的每个细节都是真实的 如果不知道就不如不写 其次是气氛 比如声音 气味 温度等等 让人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比如说还是那场车祸 你不能只写出车辆是如何相撞的 你可以试着加上当事人的哭泣声 事故现场汽油的味道 烧焦的味道 人们的慌乱等等 第三点是对话 如果你只是在陈述场景中 那些没有生命的事物 或者是仅仅对人物进行白描 那就会显得场景没什么生气 这时候如果你加上对话 比如车祸发生之后 医生和当事人之间的 和警察之间的 甚至是围观群众之间的交谈 那就会让整个场景更加的生动 让读者能够看到人们之间的互动 最后一点是情绪 你得让读者能够联想到 假如他们在现场 看到这些事会怎么想 比如你可以去采访车祸现场的当事人 问他们发生了什么 有什么感受 然后加入到你的场景描写中 这样就会让读者感同身受 如果事故现场是你自己亲身体验 亲眼所见的 那写起来难度会低很多 假如你没有办法去亲临现场 那么该如何重建故事的场景呢 在这里作者跟我们分享了一个例子 他写过一本关于18世纪晚期 英格兰废奴运动的书 讲的是一群杰出人士 如何改变公众舆论 让大家反对奴隶制的 这场变革中的一个关键时刻 发生在1787年5月 12个人聚集在一家书店 筹划他们的整个战略 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 然而这一次会面 唯一保存下来的资料 是一份一页纸的手写概要 它只是简单记录了日期 与会者名单 以及他们最终的决议 如何才能让这个重要的时刻 生动在线呢 他去寻找了其中两个 与会者的大量个人资料 根据肖像去描绘 与会者的样子 他还去读了大量 那个时期的报纸 了解了那家书店的样貌细节 同时呢 他去探访了那家书店的旧址 虽然书店不在了 可书店对面的酒吧仍然存在 他还去研究了18世纪的印刷机 分析判断出 当时书店里会有的气味 将这些细节都添加在了写作中 作者最终在书中使用了多种不同类型的信息 文件资料 报纸 个人经历 回忆录和传记 所有的这些细节呢 都让一个历史场景变得更生动 具体 令人仿佛身临其境了 好了 现在呢 让我们来总结一下 哈佛非虚构写作课 集结了51名作家的发言稿 教我们如何掌握非虚构写作的技巧 写好一个故事 通过这本书 我们可以了解几个问题 首先 如何寻找主题 怎么样判定一个故事到底值不值得去讲呢 首先 你必须仔细考察 这个话题有没有情感价值 其次 你必须能够有某些特殊的途径 找到故事中的关键受访者 有办法让受访者对你敞开心扉 得到你获取的信息 其次 如何处理故事结构呢 这本书告诉我们 故事有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是叙事 也就是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事情 第二个层次是情感 也就是主要人物对事件的感受 第三个层次就是意义 告诉我们可以从中学习到什么东西 最后 如何建立故事的场景 要想建立一个真实的故事场景 无外乎通过两种途径 一个是我们自己观察到的 第二个是 借助别人的观察重建的 无论是通过哪种途径 都应该让场景具备几个关键元素 精确 气氛 对话 情绪 让你的读者可以身临其境 读完这本 哈佛非虚构写作课 相信你对非虚构写作的技巧 已经有了一些初步的认识 如果你打算利用业余时间 学习写作 可以动手去试一试了 好 这本书就为您解读到这 精华笔记在音频下方 我们明天见